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大鹏透露细节 王一博哭泣一遍过 表演很到位 作为一个艺人呢 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 颜值 身材 人气 还有就是出色的演技吧 毕竟颜值高 身材好是入圈的一个门槛 而真正让自己走得更高更远的时候 还是演技了 这才是王道了 我们本期继续说下男神王一博 这个温暖的大男孩了 那么作为一个大男孩 王一博心惧不断 而且一部又一部都是惊喜 比如在尤斐 陈情令等 都表现了很出色的演技 那么今年也是如此 在上映的一部《长空之王》和《热烈》都是有很大好评 《长空之王》是由刘小事指导 《桂冠》 刘小事编剧 王一博 胡军 于是领衔主演 周冬宇特别主演的剧情动作电影 该片讲述了雷宇等飞行员经过严苛选拔正式成为了中国新一代试飞员 他们在队长张挺的带领下 参与到尖端新式战斗机的试飞工作中 在不断挑战战机和自我极限的过程中成长的故事 雷宇 王一博士等优秀飞行员经过严苛选拔正式成为试飞员 他们在队长张挺 胡军士 的带领下 参与到了最新型战机的试飞 高空之上 发动机骤停甚至失火 飞机失去控制 他们一次次与死神过招 只为获取最极限的数据 随着战机交付日期的临近 任务难度逐渐升级 他们能否开旋 而还有一部热烈也是备受期待了 大鹏的第五部作品《热烈7月28日》即将上映 提及与演员最难忘的事情时 大鹏在微博电影之夜电影人星火计划中 分享在热烈的拍摄过程中 黄博帅气的做了一个空翻动作 王一博已到位的情绪完成一场哭戏 一遍过 大鹏期望热烈的上映能够燃一下 让观众看到不一样的双表 热烈是由大鹏指导的电影 由黄博、王一博领衔主演 于2023年7月28日在中国内地上映 该片讲述了面对窘境 仍然坚持着自己梦想的陈硕 陈硕在偶然间遇到了人生伯乐丁磊 在数次的阻碍与困难中 两人带领团队突破难关 并最终奔向共目标的故事 街舞老炮儿丁磊 偶遇卖艺少年陈硕 丁磊忽悠陈硕加入自己经营的舞团 舞团内高手如云 性格各异 与陈硕碰撞出不同的火花 笑料不断 陈硕热烈追梦 期待着上场的机会 却发现丁磊邀请他其实另有目的 而丁磊和陈硕 也都将面对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 他们能否逆风翻盘 回击人生难题 那么 又另外一个导演给予王一博很高的期待 你们认为这次王一博的演技 有望超越《长空之王》的演技吗 热烈新版预告 王一博给岳云鹏洗脚 今日 黄博 王一博主演的电影热烈发布最新追梦版预告 并宣布电影将成为上海国际电影节闭幕影片 恭喜热烈 这也是王一博主演的电影第二次成为电影节闭幕影片 此前《长空之王》是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影片 而在预告中 除了王一博与黄博这对组合令人期待以外 小编还发现了一对更有意思的组合 就是王一博和岳云鹏 这两位都是河南籍艺人 此前曾经共同参与《2023河南春晚》 这次在电影热烈中 两人是救生关系 岳云鹏饰演王一博的舅舅 更令人捧腹的是 貌似王一博在给岳云鹏洗脚 这是什么情况 岳云鹏饰演的角色是生病了吗 王一博看起来是个忙忙碌碌打工人 赚钱养家还要养舅舅 小编好奇心爆棚了 电影将在暑期档 7月28日上映 有点迫不及待想看了 王一博的裤子 再度出手 这次你又赢出了圈 今天必须说一下王一博 写了这么久的宝 这次真的被孩子给整出圈的笑喷了 王一博的裤子 这次再度刷新了我对于好身材的认知 每次王一博的裤子 都会是我盯着看半天的存在 这次也不例外 七彩的大补的裤子 终于出手了 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吐槽他了 就是这么酷 就是这么拽 他可以不笑的时候 给你一张 臭到极致的冰冷脸 让你想要上去抽他一耳光 可是扭头 他能偷偷一笑 让你瞬间被暖化 可爱恨不得扑上去 捏两下他的脸 不多废话 今天我忍不了了 根本忍不了了 王一博你的裤子 让我这个老母亲粉 都快脱皮了 香奈儿东京大秀 山茶花的黑色外套 真的凸显了细条的身材 我是爱了 可是这条裤子 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请把造型师给我揪出来可好 真的是仗着王一博这个衣架子 真是什么都敢往上扒来呀 瞧瞧 贴布 七彩的 大补丁 东凑西凑的 给你整个九分裤的既视感 你觉得跟整件风衣搭吗 不搭掉 根本不搭掉 我的宝 要不然你的身材 跟气质在那里 完全就压不住这么花里胡哨的裤子 别说容易被拿出来一顿数落了 这种时尚原谅我这个土包子欣赏不来 我是不忍心看下半身 还有Chanel的这双运动类鞋子 匹配这裤子 这下半截 浑然天成的让人一头雾水 我的天 这真是给你天生的衣架子 你能给我整出楼到家的搭配 还要打着时尚的旗号 你当个我宠儿 可是我眼睛没问题呀 不行了 洗洗眼睛 抱紧我的王一宝 孩子辛苦了 再也不说你拍照一脸严肃了 心里难受 妈妈们都懂 没关系 回来给你补上 爱你就要宠着你 咱们就是经典的插兜 忠于自我 不取悦他人 外界如果评头论足 我自亏然不动 早已森严必累 对于王一博奇奇怪怪的裤子 这条裤子想必又又又载入史册了 好了 脖子哥 垮裤一穿 谁都不爱了 现在感觉我家宝子 穿垮裤 越来越顺眼 松松垮垮 走路带风 萨爽英姿 大长腿 统统藏起来 仗着脖子哥是自家品牌大使 Chanel果然是有个性 这就是态度 这就是格调 就是不走寻常路 别说 王一博遇到香奈儿 就是独特风景线里的耀眼星辰 一个自配 纯属自娱自乐 我的时尚感实在让我忍不住出口成章 没办法 早就成为粉圈的大黑粉头目了 也不缺这一两次了 好了 无需多言 不吐不快 各位请抱紧你们的脖子哥 辛苦了 王一博 期待演唱会上 你可以骚一点 多在舞台上 扭两下可好 满足一些广大的舞迷迫切的存在感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